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我们回来看可能很多人说 我现在口袋没钱还买什么手机 我们来看现在的纾困会不会看得到吃不到呢 看得到吃不到 申请安心即时上工计划 超过一半资格都不付 一大案件申请都没办法 所以疫情纾困给劳工太少了吗 工会痛批 都没饭吃了 还要去充电直讯拿津贴吗 不过当然在大家千呼万唤之后 在今天我们的行政院说 好了 我们可以考虑发现金 准备发1030亿的现金 可以补助300万人 但是怎么发呢 阿官也不知道 所以来问一下劳团代表 劳团最近炮生龙龙为什么 两个层次就是 劳动部现在所推出的方案 都只针对受雇者 受雇者 你一定要在 那劳工不就受雇者吗 我们有很多自营作业者 承揽的 接案的 或是我们家开一个小的摊贩 或者是商店 然后太太或什么 大家一起来工作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讨论 自营工作者 这些人有被照顾到 有被纾困到吗 自营工作者 就是他没有加劳保 对不对 他可能有加 但是他保在职业工会 保在工会 对 或者他没有加 保职业工会的人 他是没有就业保险 就业保险是受雇者保的 所以前一波政府推的 什么充电再出发 就是上课有158块一小时 什么你有薪资差额的话 我帮你补一半 什么这些都是 你得要有受雇 有保就业保险 所以你没受雇 保在工会的人都没有 保在职业工会的人是没有的 我问一下华勒斯 那华勒斯你是保在 我是在乡公所 他更惨 他是国民年金 你是国保 所以国保有吗 当然没有 所以很多自营工作者 其实他们都是保国保 这种人很多 因为你如果甚至 你的薪资不是很稳定的 你收入不很稳定的 或甚至没收入的 那很多 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 自营作业者 他其实是没有缴劳保 他没有保在 挂在职业工会 他就去保国民年金 对 那这个就完全是 没有在这一波里的 没有被疏困到 对 然后今天劳动部 对不起 今天行政院刚宣布的这一个 这个是草案 还没有过 因为特别预算 第二波的预算还没过 还没 那他这个要说 然后你是自营作业者 我一个月补你一万 对不起 你要你的在职业工会 投保薪资低于两万四 等一下 我们的基本工资是两万三千八 所以你要低于两万四以下的人 你才能够被疏困 也就是你挂 你作为自营作业者 你也有去加工会 但是你加非常低的人 低于基本工资的人 才会得到这一次说 每个月发一万给你的 然后 我们必须这么说 如果 其实在台湾的劳工 除非你是领时薪工作的 大部分人 应该都应该高于基本工资吧 对 两万三千八以下 表示你是部分工资 那你不就纾困到 我说实在的 现在一般基本工资 领基本工资 大部分还是外界劳工吗 所以他是要纾困外界劳工吗 他的意思是这样吗 外界劳工 当然没有嘛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订这个标准不是很奇怪吗 因为在台湾大部位领2380 也就24000以下的人 大部分是外界劳工 当然你不是要去书婚外界劳工 但是我们本国人 没有多少人是领23800 然后再加上 因为所有的方案都是不可叠加 不能重复 怎么就不可叠加 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游览车业者 或计程车业者 有来上过节目 那已经交通部有说 如果我们要补计程车司机1万 游览车司机1万 那刚刚讲的那个职业工会的 就没有你的份了 比如说你 什么安心就业那些都没有 反正你只能选一样 比如说你是做农林林域牧业的 我们第一级产业的 那你可能在农委会那边 有拿到补助了 那这个劳动部的 你当然也是没有的 如果你是比如说文化工作者 我们艺术工作者 影剧产业也很多人 那这些呢 因为文化部也有他的补助方案 所以如果你从文化部那里 有拿到方案的 那劳动部这个也是没有的 所以我劳工还要去比一比 到底是我在文化部领比较多呢 还是我去劳动部领比较多呢 到底我去经济部领比较多呢 还是我去劳动部领比较多 所以我在没有工作的时候 我现在为我的生计烦恼的时候 我还要去研究 比较各家方案 到底我可以哪一个 我不可以哪一个 而且方案不是一次讲的 就是今天一个不会讲 是继续输了 明天一个方案讲 我们根本不清楚 所以就是人家说 满天全金条 要杀不破掉 就是这样 因为我真的不需要 我是要走哪一条路 那我通常就 你就打电话去问 只好打电话去问 电话打不通我打过了 打爆 对然后我相信 承办人员就是 我懂劳动部 但我不会懂文化部 我懂文化部 我不会懂经济部 所以你都去问吧 所以我当然也可以体谅 但就是说这个阶段相近 相对政策不够完整 我们没有横向整合 对 这件事情 确实就基层劳工来说 我一个艺术工作者来讲 我到底是要去打文化部 还是要去打劳动部 还是我去 我自己去开工作室 我可不可以打经济部 我不知道 好了 问一下华勒斯 华勒斯你是在万华白摊吗 是的 你在买什么 我在买一些女生的小饰品 小饰品 一些皮健类的 现在生理差多少 疫情前到现在差多少 差差不多十分之一 只剩十分之一 还是差十分之一 这不一樣 没有啦 之前有做到 比如说一国会有做十万来 现在一国会做 差不多将近不到一万块 所以只剩十分之一 对 因为就没人 你浪费当下没有储水吗 有啊 没有储水 那时候青菜 那个 凉电压 那都要储水 不用储水 我只做那一国会二万五 两万五 只跳边一国会二万五 对啊 没有啦 他主要有掛电 因为我们晚上要用到电 用到电 所以储水有 一国会二万五 对 如果是过期你做十万 现在只做不到一万 要是买储水 就是这样 不知道 现在 以前有你送外送 你去送那种 对啊 外送平台 外送也差 外送哪有可能 现在不是大家都没出门 都叫外送 我早前还送到一个隔离的 我本身送外送我也送到走到走 我们说实在 现在像这个疫情 大家也怕 怕出那种 我问你 你现在外送一天可以送多少 以前我像 疫情还没开始的时候 因为外送晚上是晚上的 所以你日常去送外送 你日常去送外送 你日常去送外送 以前疫情还没爆发的时候 一天有朝两三千 现在 我这个手机也天天发给你们看 可以吗 可以啊 现在多少 因为我都叫外送生理很好 没有啦 外送平台生意好 但是很多来送外送 你钱就拿走 对啊 好来 黄勒斯今天 今天你怎么去外送有 有啊 我觉得可以 早上的 444块 一账四账 但是外送平台的业绩都成长 大幅成长 有的70% 有的80%以上 但是因为太多人来做 所以每个外送 反而赚到钱变少 那不是 现在政府也说 如果真的日子过不下去 可以去救钱 那不是吗 救钱 我只有一个便利 那他本身做字面厂 字面厂做麵 做麵 你现在纏老鼻档 麵档 生意也都受到影响了 以前一天做五百斤 现在一天做五十斤 因为老鼻档没生意 他麵要买什么 一年代 你现在不是这样而已 他那个麵 比如说我们油面做起来 他有保存期限 那差不多五六天 就算掉了 你看 2分前来 那空也是一个期限 那只有 你看 他过年前到现在这几个月 第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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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去第一个月 第一个月 那你怎么去银行 现在金屋有紓困贷款 没有啊 因为你就知道 詹姐你就知道 我们一般做这种 这种当的先例 基本上 都是 银行都是有一些 办不过 因为现在银行的贷款 不是那么简单 说实在 你如果有信用的瑕疵 信用瑕疵 譬如说 曾经有过卡债 那也不行 那还差了 就赚不赚 赚不赚 赚不赚 所以银行说 拜託各行庫 尽量赚出去 但是各行庫 也是 心扎心扎 又在心扎也没赚錢 对啊 你像我们这种的人 我们要怎么算化下去 像不保的人 他就是一定 走到第二天前去嘛 你现在第二天前 现在是做10天 去10分的 那从整个月 我们的便宜 他只有上回 那台火车 现在 很勉強啊 没啦 快啦 快啦 你说像我们这种 我们这种 对啊 我想不知道 不知道政府有办法 帮我们做一类型的人 我也 自营工作者 不能够多一些 就是多帮忙一点 对啦 我一定也想 想说 不知道要用什么方法 为什么不发现金啊 阿宗哥 像这种人 他没有现金 他怎么日子怎么过下去 你看美国都可以直升机撒钱了 我们先讲一下 美国 美国他在发的时候 他其实是用什么 他是用支票 是 好 支票他现在也碰到一个问题 他有1400万人 没有银行账户 所以事实上怎么发 其实对每一个国家来讲 都是一个难题 好 那现金发下去 是因为不知道怎么发吗 等一下 不是 因为他真的会有一些人 譬如说像我们的 因为大家都说 这一次疫情是史无前例的 没错 所以这一次是要救急 要赶快 因为很多申请的繁复程序 台语有一句话说 人搞肉炒 你听过吧 就是说我今天 这个是救急如救火 那个水来火都已经烧光了 没错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现金发到我们的国民的手上 因为我们的国民 以台湾人的储蓄率 台湾储蓄率大概32% 美国储蓄率多少 7% 所以我们的储蓄率 我们很会存钱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靠 我们自己的存钱来过日 所以政府他担心 就是现在在决策的人 他担心说 我把现金给了你 你就把它存起来 因为你担心 后面不知道怎么办 你不知道后面的事件 会变成怎样 所以你会害怕 你把钱存起来 所以那个钱的周转的 乘数效益也会变不见 这是两节概念 发现金不是为了振兴 是为了纾困 老美也是这个逻辑 振兴归振兴 书困归书困 振兴你的逻辑是 希望人家把钱拿到之后 能够去消费 那是消费券的概念 那是库碰券的概念 我们现在谈的叫做 纾困是人家火不下去 明天便当钱在哪 不知道 那叫做救急 来来来 我就帮你分一下 美国总共拿出5000亿 2500亿 是给失业补助的 失业补助的 就是你现在讲的这个 直接给现金的 那这些人 就是我们刚才两位讲的 我们应该找出这些人 他是长相长怎么样 直接把现金打到他户头 是 这种人 但是我们现在是把它混在一起 台湾是把它混在一起 美国是把它分成两块 一种 我们刚才讲说 美国人是讲说 每个家庭我给你成人1200块 小孩500块 好 那个全部加起来 那个2500亿 那个是叫什么 叫退税 所以他是符合退税的人 我把钱在你缴的税 我再退回去给你 所以他是把纾困制度 分成两块再谈 我们是把它混在一起来 那我认为 我认为纾困有分救济 有分振兴 有分振兴 现在是救济优先 振兴在后 所以我们应该是讲是说 有一群人 这群人是需要救济的 譬如说什么 不要说救济 救济 救济 那救济的人 我该怎么去帮他的忙 因为按照我们现在的法规 你不缴税 你没有职业 没有劳工 就像我们刚才讲说 国保 他不是劳保 他没有劳工 那请问我们这些人 他要怎么办 所以的确我们在 我觉得在思考这一块的时候 我们大家是一个问号 没有仔细为这些人思考 我先讲一下 等到他们想清楚 应该人打给东西 这一次经济部跟财政部 跟教育部在并列 这一次表现最差的三个单位 我直接讲 财政部极度不愿意 他连延后一个月缴税 都要他的命 所以他现在只能延到6月30号 舅舅姐 疫情到6月30号会结束吗 而且台湾的状况 阿忠哥刚刚讲的 台湾的状况跟美国不一样 他连减税都不愿意 他减税绝对不会有意义 我跟你讲 因为台湾的状况 跟美国不一样 是美国是当年执行业务 当年缴税 所以他第二年是退税 台湾的状况 是我去年的工作 我今年缴税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像我这种 这个没什么钱的人 我都是四五月的时候存一点钱 然后把那个钱拿去缴税 如果现金不够 我还要申请贷款 就各银行还有让你缴五个月 好了 现在五六月要缴税 是去年我有存很多吗 没有 是我今年就失业了 我今年就没钱了 结果财政部说 好了 让你延到6月30号 这有赚到吗 更别提刚才讲经济部 经济部振兴是什么 通通都是给财团大公司 电商补助 说一家电10万块 对不对 然后是谁申请 是PC Home 这个乐天这些单位去申请 然后他们很棒 他们超棒的 一家电10万块 但电商不限一家电 你可以一万家电都可以 所以这些电商就推出了 99999元开店方案 因为你可以申请10万块 对不对 我业务去帮你申请 然后钱都归我 有这种事 我告诉你多的是 经济部推出方案都这样 也就是说他这个店 本来没有开 为了要申请那10万块 先开一个假的 我告诉你 不是这样 是他开放那些 还没有上网的那些店家 让你去跟电商平台申请 好啦 那你开出来这个条件之后 经济部都说我也避免麻烦 我都让这些平台跟我申请 平台去找这些业者 那你想想看 台湾的商人那么聪明 他们做什么方法 就是你补助一家电10万块 我就推99999 上架方案 让你来上架 那钱谁赚 钱就是我企业赚走 小商店一毛钱都拿不到 还没完 我跟妳讲 外送平台也同样 外送平台推出 一家15000块的补贴方案 说你们这些餐厅 没有办法了 我赶快补贴你上架 外送平台 好啦 那请问是怎么样 外送平台帮你申请 钱最后进外送平台 你开餐厅 你也一毛都拿不到 而且我刚讲 外送平台现在赚 不过Panda最近受访 他讲说我 跟去年同期的接单率 你知道成长多少 32倍 320% 他今天才卷444块 对 就是因为大家都失业 然后外送人就跑去 跑去做 大量外送人出现之后 每个人分到单就变少 而且我们刚刚还是要讲 政府经济部超好棒棒方案 又是补贴外送平台 他钱那15000块每家店 是都给外送平台 外送平台业绩已经成长了 那就我们经济部250 补贴已经成长的这些店 然后你知道外送平台 跟那些餐厅 每送一单抽多少 35% 35%你做餐厅赚个屁 讲白了 现在经济部做法就是 好麻烦喔 我有很多预算 都是人民血汗钱 但我不要增加我的工作 通通由集团跟我申请 集团申请之后 钱给集团 这些小商人 这些像这个什么自营工作者 通通拿不到 好 我再补充一点 我跟你讲这我很气 因为最近一堆的血信来抱怨 你如果说贷款 就算你是公司贷款 你现在去找银行 我跟你讲 你根本贷不到 银行的标准流程 银行标准流程问你 有没有不动产 结果我们在节目讲过 还要连带保证人 还要加连带保证人 而且你知道 就我朋友跟我说 我的做得要倒 我好意思吗 最近中麻烦你帮我做连带保证 最近又改这个账吗 还有 最近又增加了 我的做得要倒 才去申请书贷贷款 因为大家就 阿关讲过之后 大家就提防小心 你知道又增加一条什么东西 那不然你是企业负责人 那你是新创产业 拿出你的纯布 我看看你薪资怎么样 舅蓬姐 开新公司 你新创产业 我自己拿很多薪水吗 不可能 他一看说 像你薪资不高 带款下不来 对 你贷款下不来不好意思 我没办法借你 那都是假的 你现在借钱 我跟你讲 你现在跑去找银行借 借到 或是等政府条例送下来 你带公司都倒了 然后他跟你讲说 你通过第一阶段审核 现在政府的状况就是钱很多 想要发 但又很计较 什么到底要不要发现金 要不要发到大家户头 所以搞了一堆跌床 嫁入的系统 等你搞懂 你大概就倒 好 來 阿中哥 这个基本上就是公务员设计出来的 因为他们怕事后被检讨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你现在第一个死的最惨是什么 旅游业 旅游业里面有一种 有一个是 连政府官员都很担心 他们会去自杀的行业 叫做什么游览车司机 昨天鲁晓晓来我们节目讲了 对 因为这些司机他们有一个问题 他们当初是去押了车子 去借款跟银行借钱 他们是个人 所以现在倒的是车行 车行可能可以去纾困 可以去救急 可是这些司机 这些自己开车的 譬如说桃园机场附近 有很多白牌计程车司机 那些车子都是个体户 他现在没有生意 而且据说他们也没有办法 跟银行借钱 不是 第一个他没有生意了 他当初是为了开车 有生意 然后去还他的银行贷款 现在他没有生意了 他只剩下那台车 那他要再去跟银行借 你觉得银行敢借他钱吗 他本来就没有办法跟银行借 他一般都是去跟融资公司借 所以这些人他就很可能 为什么去跑地下钱抓什么 就是这些个体户 那这些个体户到底要怎么帮他 其实我觉得政府应该多想是这个 那个阿仲哥昨天鲁晓晓来我们节目 他说如果你要的话 他可以十台车 新的不得了车送送给你 但是还有加速机 还有呢麻烦你帮他交贷款 你就知道他们有多惨了